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三屆第三次里堅市聯席會議 在非洲德班舉行開幕典禮 前副總統呂秀蓮 喬委會副委員長田秋瑾等貴賓 應邀參加 呂前副總統在會議中 感謝各位臺商 讓非洲更認識臺灣 他也期許大家能夠多多推廣臺灣 在中華民國國歌和南非國歌聲中 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二十三屆第三次里堅市聯席會議 在南非德班榮仲開幕 包括前副總統呂秀蓮 喬委會副委員長田秋瑾 駐南非副代表石成茂 世界台商總會林建松等人都應邀出席 宋伯毅總會長首先致辭 感謝大家來參加這次的年會 隨後前副總統呂秀蓮上臺 讚賞在場的臺商都是勇敢的臺灣人 並提到巴拿馬在中國的打壓之下 與臺灣斷交 希望臺商能夠當起外交小兼兵 讓臺灣被更多人看見 我們現在認為我們世界各地的臺商 臺橋都是臺灣的驕傲 也是臺灣活力的延伸 大家也知道巴拿馬在中國亂交 因為我們也很擔心 會在中國的哪樣之下 是我們還有幾個地面 也會跟我們說再見 世界臺商總會長臨建松 希望致死的會議能讓飛台雙方 關係更為緊密 乔委會委員長吳欣欣無法親自出席 特別透過影片感謝各位臺商 在非洲的努力與貢獻 也希望大家能夠攜手 強化非洲與臺灣的連結 讓世界能夠支持自由民主的臺灣 宋總會長特別以南非盛產的葡萄酒禮盒 贈送給與會嘉賓 會後全體合照 祝福這次會議圓滿成功 臺灣宏觀電視舒展慶 南非德班採訪報導